走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规定和中央军委命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陆海空三军部分建制单位 装备于8月29号进行轮换 8月28号晚上23时20分 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处理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 以摩托化机动的方式向深圳黄岗口岸开进 8月29号临时整 轮换部队军容严整 按照战备物资标准化配载要求 陆续通过深圳黄岗口岸和香港洛马州口岸 顺利抵达新田军营 凌晨零时40分 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在新田军营举行防务交接仪式 香港出阵第25次轮换 陆军部队交接准备完毕 请准时 按计划设施 在港外我们进行了相关知识学习 确保下一步在港内工作和生活遵守香港的相关法律 另外我们也强化了相关军事训练 努力提升旅行防务能力 坚决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短暂的防务交接结束后 凌晨1时轮换出港的陆军部队 先后通过洛马州口岸和黄港口岸返回内地住房 当天轮换的驻军建设单位除了陆军部队 还有海军舰艇和空军直升机大队 上午9时30分 参加轮换的空军部队从广州驻地出发 10时11分抵达石港军营 接替轮换出港的直升机大队旅行防务 上午10时 新轮换进港的登陆艇穿越香港海域 准时抵达香港昂川州海军基地 11时30分 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在昂川州军营举行防务交接仪式 交接任务完成后 轮换出港的直升机编队和海军舰艇 在战友们的欢送下离开香港 据悉 这是驻香港部队进驻以来的 第25次建制单位轮换行动 得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和社会各界的大力合作与支持 驻香港部队通过进行人员和装备的轮换 进一步提升驻军旅行香港防务职责的能力